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 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那大盘呢 目前为止 走到这个为止去的话 我想请这个全国的一个投资人 赶快把钱准备好 因为这个6月份的行情 6月份的行情 有一些股票 有一些股票 我認為大漲的一個機會性 它是非常大 它是非常大 所以說今天的節目裡面的重點 請大家怎麼樣 對於這個台股重新拾起這個信心 因為這個美國這個FED主席 這個鮑爾 他準備要開始做出個降息 那你會問閻老師 閻老師這個降息的話 對於台股的影響 到底大不大 當然大 因為這個所謂的降息之後 很多的熱錢就會從所謂的美國 流入到所謂的台股 他會馬上去買所謂的台股裡面的 很多的一些股票 所以說你今天聽到所謂的鮑爾 這個準備要降息的一個動作 你就要趕快怎麼樣 把錢準備好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國內目前為止的話 這個產業的一個龍頭 點足夠裡面 你就要看到半導體 最近上漲的 反彈的 幾乎都是所謂的半導體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這個方向球 這個台股的一個趨勢已經開始改變了 所以說現在要聽閻老師講的 今天節目非常重要 不是說這個端午節到了 老是想要吃那個粽子 對不對 今天的所謂傳染股強不強 當然強啊 你看那個統一 衛權 泰山 以前還有一黨叫艾滋味對不對 每一次到所謂的端午節的時候 這個艾滋味都會漲 當然今年的傳染股裡面 食品類股的話今天漲幅也不錯 如果說你去買食品類股的話 燕老師現在在這裡也是給你競起 但是你最後你要把資金 開始往所謂的電子股 因為電子股今天發生一件非常 非常重要的事情 漲停板的加速大概11加 但是有3加 有3加 看到所謂的太陽能 國塑跟塑和拉到漲停板 這個就你看得到了 另外一檔股票 這個叫做紅寶 這個三檔股票今天都拉到漲停板 都有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共通性 也就是說轉虧為盈的題材 同樣的三檔股票 今天牌面上面非常強 那從今天開始的話 一直到6月份結束的話 這行情裡面小型股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好不好 所以說這個端午節快到了 投資人不要說只顧著說 這個肉質 吃一下肉粽 台股裡面有很多好的股票 台股裡面有很多好的股票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岩老師的一個技術班 一年開兩次 第一次的話應該在這個月 甚至到7月 不是6月開就是7月開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今年度的話 還有一次在12月 我相信岩老師在 技術分析的一個領域裡面 我能夠帶給各位的兩本著作 一本叫做 日本的正宗開盤八法 另外一個叫做多空陰陽線 我相信這裡面很多的東西 來告訴你 這個台股裡面的趨勢怎麼看 大盤怎麼看 標股怎麼樣去找 比如說今天的大盤開出來對不對 它叫做什麼一點高盤 一點高盤在所謂的區間的行情裡面 本身就是屬於一個多方控牌 多方控牌今天的高點 最高來到10,541 它有過高 今天的量比昨天的量要增加的時候 所以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還有所謂的上漲的一個空間 也就是說你看到所謂的日K連四紅之後 目前為止有過高 這個地方只要補量 只要補量 這個加選指數往上漲的一個機會性還是非常大的 因為這個最近加LINE的一個投資人 希望說 顏老師在這個文操聖券節目裡面 多增加一些這個所謂的技術 技術分析的一個教學 那顏老師有答應他 我們會在每一天的節目裡面 適當的一個時機點 大概會利用3到5分鐘的一個時間點 我們把這個技術分析的一個領域 把它放進去 順便的話 我們可能會帶這個1到3檔的股票 來幫各位怎麼樣 來解答一些問題 這個是算是說 顏老師 在高評市場裡面 一、二、十年 我能夠做的 我能夠做的 那當然很多人問 老師 這個6月份行情好像不是很好 你為什麼一直要加節目 其實這個加節目 這個顏老師 有我本人的看法 那加節目並不是說 我這一定要賺錢 我希望說這個加節目 能夠提供更多元的一個服務 比如說 你手中股票有問題的 你可以直接找得到我 你對於這個大盤的一個看法 你加LINE之後 可以直接在LINE裡面問我 你甚至說 你認為說老師 這個股票市場裡面怎麼做 才有機會獲勝 才有機會獲勝 沒有關係你都可以問我 所以說今天這個加LINE 這個加LINE掃描QR Code 加LINE的動作 今天還是一定要做 我先預告一下 6月份的行情 6月份的行情 很大很大 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子 沒行情 老師這台股沒有漲 每股漲了四五百點 只有五百點 台股起三十點 你慢慢看 這行情會越來越熱 我在測標裡面跟你講 你這個錢快要傳得好 今天已經有人賣給我的 老師我跟你說 我現在操作資金 我說傳得好 等你一身另下 我馬上要進場來買 我說非常好 這個非常好 這個gas要拿出來 這個膽量怎麼樣 要拿出來 顏老師陪各位怎麼樣 一起在股票市場裡面打拼 好不好 來 看一下 顏老師穩超勝卷 來 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 你看到了 來 老師還加了這麼多節目 從早上7點鐘到7點半 早上就看了 早上你知道嗎 晚上這個9點到9點半 你現在看的 甚至半夜的一個重播 包含11點半到12點 這個凌晨2點半到3點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一個時段 還有加所謂的廣播上面的一個節目 其實我就想說提供一個更多元化的 不管是電視台網路 不管所謂的這個廣播電台 都可以看得到我 都可以聽得到我 我相信的話 顏老師能夠幫助你的 就是說你手動的股票 我幫你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希望 很多人去買股票 有時候買了之後就跌下來 很奇怪對不對 人家買都不會跌 你買了之後它就會跌 等跌完了之後你失望了 這個股票又漲上去了 這個就是投資人 然後目前為止 這個最大的一個問題所在 老師現在到底是要做短線的價差 還是要做所謂的波段的 其實的話有個兩千奇美的一個方法 你找到一檔波段的股票 你找到一檔波段的股票 短線上面價差可以做 拉回的時候要勇敢去買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那我今天要講到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這檔股票叫做什麼 來代號4968的利基 我希望每一個人能夠拿到買到 我也希望你能夠成功好不好 你也能夠成功 拿到這檔股票非常簡單 掃描QR Code 當然你現在也可以掃嘛 你掃描QR Code裡面 這檔股票怎麼做 就會在QR Code裡面告訴你 因為你加入到QR Code 你就是岩老師的好朋友嘛 我在當時候我跟你講 開放黃金60秒請你怎麼樣 這檔股票叫利基 一定要打電話進來拿 老師你操作結束了沒有 因為這檔股票今天還在創新高 我跟你講我賣掉了 岩老師現在跟你說話 有沒有跟你模擬兩個 沒有啊 我賣掉了 我就直接在節目裡面 我跟你講我賣掉了 因為岩老師很多的會員 都鎖定岩老師現在看的這個節目 所以說我們在節目裡面 不能夠說謊 我們要有誠信對不對 賣掉了 我就跟你講老師賣掉了 但是我當時候 我請你來拿嘛 我請你來拿 這個地方你都可以去做動作 都可以去做動作 也許你的動作做在這邊嘛 也許你的動作做在這個位置區 也許怎麼樣 你認為這邊比較好 這股價創新高 創新高都是賺得到錢的 當然買賣要講證據了 買賣一定要講證據 有人喜歡買在這個位置區啊 對不對 早上一開盤就買了 有人喜歡說 老師說這個尾盤 我要看一下狀況 我再去買 當天漲的7% 7% 這個股價在漲的時候 就很多人在講 很多人在講 當然賺錢的人還是少數 這個我必須要講 賺錢的人還是少數 腳手太慢了你知道嗎 看著漲停板 才認為說這個股票未來 可能賺得到嘛 對不對 他都不會想說在這個動作上面 動作上面要早一點 我相信岩老師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們這簡訊看一下都沒關係 這5月24號的一個簡訊內容 5月24號這個簡訊的內容 包含一般會員跟所謂的特別會員 來 在11點40分 這個拉到漲停板 這個漲停板 我相信的話這個簡訊虛偽造假的話 岩老師是要負法律上面的責任 但是在這種簡訊之前 我在9點33分 我跟你講的 請你持股續報 一直到11點40分 這個立即拉到漲停板 這個中間有個小故事 很多人他認為說 老師這個股票好像 我就賺錢 我就慎差賣掉 有時候你不要隨便賣得太早 你賣得太少你 對不對 你賺的就是少少的 你真的能夠撐到最後的 我相信你就是一個成功 昨天是不是再創波段新高 今天也是一樣 我昨天簡訊沒有公布 我今天跟簡訊 跟大家公布一下好不好 來 這個6月4號昨天 包含所謂的一般會員 這個所謂的特別會員 專案就是一般特別會員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早上這個12點 12點53分 這個創波段新高的時候 來 我們全數啊 沒有那個賣一半的啦 賣1 4的沒有啦 我們全部啦 全部獲利出漲 把資金開始回收 我們做這個動作 叫做拉回好不好 拉回再買回來 但是拉回的話 顏老師沒有辦法在節目裡面告訴你 你現在如果說你要知道 顏老師任何的動作 請你記得 你現在可以直接用手機掃描 我們的QR Code 我們的QR Code 像這種股票也好 這種簡訊也好的話 我們會在這個QR Code裡面 你掃描QR Code 我們會在QR Code裡面告訴你 你加LINE的之後 就是顏老師的好朋友 包含大盤的一個訊息 個股的一個訊息 最新標股的一個訊息 我們都會在所謂的LINE裡面 都會直接告訴你 但是這個QR Code你要掃 你如果說你沒有掃這個QR Code的話 你在哪邊 顏老師不知道嘛 對不對 你在哪邊我看不到你 你看得到我 我看不到你 那最好的機會 我們是一個好朋友 我們要互動一下 你有什麼問題 來 透過LINE 透過掃描QR Code 你直接告訴我 好不好 那我有什麼樣的訊息 那我會在LINE裡面告訴你 對不對 好 你來看一下最近好不好 這個加入到顏老師這個 這個LINE裡面的族群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跟大家講了 大概跟大家講了什麼事情好不好 這個我們要拿證據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來 今天好不好 來 今天來 今天來 好 這這檔股票叫什麼 叫國塑 240的國塑 我跟你講第一季轉虧為銀 減支39% 外資占買超 KD指標往上 能不能夠事先買 當然可以嘛 當然是可以嘛 這是我們在今天早上 我們發給你的第一通 第一通LINE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通簡訊的內容 老三你只會發一通嗎 沒有啦 我們今天發兩通對不對 好 來 第二通請注意囉 來 震撼全市場 除了國塑以外 我們的會員 3691的碩核 今天 今天 有沒有立即的拉到漲停板 有啦 我跟你講什麼 好 我說啊 這個第一季的EPS 3.58元 日周月線黃金交叉 卷空單 還有一段 還有多少 1668公單 還沒有補 我相信你是有掃描 你要是QRGO的 你是我的好朋友的 你今天拿出你的手機來 我們同步的 我們來做出一個驗證好不好 那之前的我就不用再講了啦 立即有沒有摳給你 我相信有 我相信有 應該在所謂的昨天 顏老師有沒有把這檔股票摳給你 在LINE裡面 我相信有啦 如果沒有的話你找一下好不好 我們不會去說謊 很多重要的訊息 都在LINE裡面 都在QRGO裡面 你最近這幾天 第一通訊息應該會收到 顏老師這一通啦 我會跟你講說這個股票 基本面 技術面怎麼樣 你今天又從所謂的 這個LINE裡面 掃描QRGO裡面 對不對 有沒有得到兩檔股票 來 第一檔叫什麼 來 國朔 漲停牌鎖了多少 6229張 第一檔股票對不對 國朔 第二檔股票叫什麼 碩核 今天漲停牌鎖了多少 2596張 我相信這個 每一個參加 這個LINE的 這個包含這個掃描QR Code的 你都可以幫盈老師作證啦 好不好 但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是怎麼樣 你還沒有加的 你還沒有掃描的 你的動作要快一點 你的動作要快一點 有人說啊 老師啊這個肉上剪 好像這個要變盤了 這個變盤到底是往上還是往下 還有人拿這個統計表出來 這個10次裡面有9次是往上還是下 那另外一次是怎麼樣 你不用猜啦 你不用猜啦 我們在QR Code裡面直接告訴你 好不好 今年的端午節 這個變盤往上還是往下 有哪些股票在6月份 在種子節前或後 有哪些股票會發動 只要你現在趕快掃 趕快掃 加入我們的好朋友 這邊都有LINE好不好 趕快掃一下 加入到我們的好朋友嘛 會不會出現像這種股票 老師這叫紅寶 老師紅寶是做什麼的 做所謂的終端應用的啦 也就是你可能刷卡機嘛 包含這個銀行啊 這個存折機 補折機 這個對不對 這個叫做電腦終端的啦 這個5月28號跟你講的拉漲停 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啦 這個5月30號 你說兩根漲停板 老師這個是到底是不是轉機啦 我也不知道啦 老師他這個好強啊 今天又拉到漲停板了 今天又拉到漲停板了 在12點50 在12點15分 這個拉到漲停板 我跟你講 這個股票拉到漲停板 沒有什麼啦 我覺得你就是買對股票 你就賺得到錢 你買錯股票你就賺不到錢嘛 我在節目裡講過很多的一些股票 你都可以參考嘛 這個很強對不對 很強嘛 那這一支強不強 老師他這個只有一根耶 怎麼會強 今天又上去了 對不對 今天又開始漲 有時候操作股票不是看一天 也不是看兩天 有時候 這股票在漲的時候 你的眼光要放遠一點 好不好 我們看長一點 這個看得太短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見得賺一道錢 老師這塑河呢 漲停板呢 那有怎麼樣 老師這國塑啊 漲停板 這個漲停板有個故事啦 來注意了 來 這個地方能不能拉回你去做動作 你要不要做動作 答案是要跟不要嘛 你偷偷看就好了 偷偷看就好了 偷偷看就好了 今天你貼裡面 我有看到啦 希望你看得到 你也吃得到啦 這叫國塑 這個六月份的操作 來 給你畫一下好不好 來 六月份的操作 你要注意一下 這檔股票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長喔 拭目以待 我就寫在這裡好不好 寫在這裡啦 到底是上還是下 這個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啦 有時候在節目裡面 也沒辦法跟你講很多 但是在在裡面 我就可以跟你講嘛 老師你就講明白一點好不好 到底是上還是下 有時候我跟你講上 你也不相信啊 有時候我跟你講就下 下對不對 你也不會相信啦 在在在裡面 顏老師跟你講好不好 這個是國塑 老師說很講很久了耶 這一檔股票 我跟你講單股所單啊 相信的人就相信嘛 不相信的人 這個資料拿到 可能怎麼樣 可能就丟掉了 我說買了之後不用等 對不對 加LINE就可以了 今天的塑荷 來這個地方有沒有拉回 有喔 這個叫K線圖裡面 這根長黑槓 這根長黑K棒 老師之前有跟你解過嘛 我說你到底站在買方 還是站在賣方啊 你要想清楚啦 最近有沒有送你一份資料 叫塑荷2.0 我今天要公佈囉 來 塑荷2.0叫什麼 老師他又叫塑荷 公佈囉 來看一下喔 你有拿到資料的 你應該很清楚啦 但是你拉回敢不敢買啊 這是一個重點 打電話讓你來驗證嘛 塑荷2.0就是塑荷 今天早上10點23分 來 10點23分 老師早上我能不能做動作喔 這個喔自己看 自己看 LINE裡面都有 我說過喔 我們這個節目裡面 是個優質節目啦 我會拿證據給你看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證據好不好 老師你到底有沒有啊 掛家掛家 來 10點26分 10點26分 包含一般會員 跟特別會員 來 漲停版的嘛 持股虛報 非常清楚的 我就直接告訴你 持股虛報 那下一檔的標股在哪裡 下一檔的標股記得喔 在這邊喔 在這邊喔 在LINE裡面喔 我明天會第一時間點 我跟你講喔 我現在請你趕快喔 現在馬上立即喔 趕快拿出你的手機 趕快掃一掃 趕快加一加 因為明天這檔股票 我只會在這個LINE裡面告訴你 我現在讓你掃 你趕快掃 你聽我的啦 你現在趕快掃掃的 這機會就是你的啦 你沒有掃 我沒辦法啦 我只會在這個LINE裡面 你掃什麼給我講 我就告訴你嘛 明天第一發動點 我們有一檔股票 好不好 是不是標股 請你拭目以待 但是今天很重要的 顏老師跟你講的話 你要記得很重要很重要 今天一定要加LINE QR Code一定要掃 明天這檔股票 直接的在LINE裡面 直接通知你喔 第一時間點 掌握最新的標股資訊 掃描顏老師的QR Code 馬上加LINE 我們打電話進廣告 樓元同步年分析師 畢竟多次蜿蜒於空頭 擁有二十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經驗大盤結構 最能凍竹基先 充分掌握風險 積極拜訪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縮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樓元同步制服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投資人很踴躍 剛剛加LINE的速度非常快 掃描QR Code一直在掃 當然每一個人都希望說明天 老師你會不會發個對不對 發個簡訊告訴我哪一檔股票 他比較有機會 他可能對不對 很快時間點就拉上去了 顏老師今天特別開放的 我們全線開放好不好 沒有任何名額的限制 今天只要用手機掃描 我們的QR Code 加LINE變成我們的好朋友 明天有一檔很重要很重要的股票 我希望大家拿到那檔股票 都很幸福好不好 都很幸福 每一個人怎麼樣 都可以賺大錢 最近發給你的簡訊 有沒有這檔股票 你告訴我 有啦 有啦 有賺不賺你自己看看好不好 這叫你錢好不好 我現在賣掉了 買回來的時候我也沒辦法告訴你 這是第一檔股票 今天有通知你這檔股票吧 有沒有 有 有沒有在第一時間點 有 這是我們的簡訊喔 看一下喔 有做就跟你講有做 普通一般 這個叫做一般會員跟特別會員 今天拉到漲停板 顏老師恭喜你 恭喜你喔 那碩合有做到對不對 我拿簡訊給你看嘛 國碩 這個資金不會比較小的啦 比較沒錢 這個拉回要注意一下 這個要不要買 我不曉得啦 會不會漲 慢慢看 慢慢看喔 今天這個機會非常難得 想要對不對 賺一點錢的 機會要好好把握好不好 今天加LINE不用錢嘛 掃描QR Code也不用錢嘛 你直接先進來 成為顏老師的好朋友 好朋友就很好商量嘛 第一時間點 讓你掌握到明天 最新的一個標股的一個訊息 所以今天看到節目的人 掃描顏老師的QR Code 立即做加LINE的動作 明天第一時間點 有一檔股票 會在LINE裡面直接通知你喔 現在趕快用手機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LINE的動作 明天 顏老師會在LINE裡面 親自的通知你 我們明天見 品質負投資風險